大家好 歡迎來到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無故這麼急 又加了參加一集出來做什麼呢 其實跟著看到美國有幾樣行動在這裏 我覺得是時候可以說些話了 但是入手位先不說美國那一部分 先說中國最近 滴滴被中國移動了 跟著現在有很多本來想著去美國上市企業也攔住了 我看 無論是哪邊立場站哪邊的也好 不同的評論 但是評論那個著重點都是很static 要不就覺得 上面發癲也好 或者上面的想法是 跟你玩強硬 或者不惜一切 另一些是說我也是跟你在美國玩對抗 但是我覺得 無論哪一邊的看法都好 都把這個當作static 每個人都覺得這是預定了要做的事 但是我個人有另一種角度 或者看法 這個不是預定裏面 應該這麼說 他的劇本是有準備過的 我相信 這一步是有想過的 但是 之所以會走這一步 並不是 現在數 看著月曆 看著月曆 看著今天好日子 今天好日子出來搞這件事 不是在看力法 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dynamic的結果 所謂dynamic的結果 就是說 是說中美之間 現在其實你未至於沒有接觸 我相信 當然不會去到 習主席和拜登那些接觸 絕對不會的 這一刻不是 但是我相信是他們下面 例如中央辦公廳裏面的人 或者是例如劉鶴的 跟美國那邊相應的單位 大家有些事是在互相談 而這些的談不妥 不好意思 吞錯了 而這些的談不妥 才會導致大家開始走多一兩步 而這個也牽涉到一件事 就是當年 即是以前 以前中國就是很多時利用地緣 或者政治上的動作 去爭取經濟和科技諸如此類的利益 或者一些 非政治性組織裏面的利益 不好意思 等等 但是 現在就未必要走這套 為什麼說以前是這樣呢 例如 96年最厲害的那一段 台海危機那一件事 但是台海危機 除了 最主要就是江澤民要穩定自己的地位 但是之後 其實你無論是這些 黑面 無論是釣魚台 或者其他各種的問題 中國可以放一個面孔出來 但是最終謀求到什麼 例如入到世貿 或者入世貿之前一路拿到最惠國待遇 之後他自己一路開放 又吸引到美資進來 當然當中可能有吵架 但是吵架的東西 都是拿來吵南海軍機 迫降事件 或者南斯拉夫的事件 大使館事件 有很多是利用狀況 然後走去 壓下去 然後去 去塗一些經濟的東西 或者吸引你過來 所以對日本 都是這樣 或者台海 台灣的當時 一些對台海問題的吵架 他只是黑了臉 黑了臉之後 其實對於中國來計 當時 他只要確保台灣不獨立 維持現狀也不要緊 維持現狀 還有民間不能斷絕交流 只要民間繼續交流 繼續有生意 往來 然後台灣那邊不要搞獨立 他就不理你 然後他就貿求經濟利益 最好就是你來這裡投資 來這裡什麼 如果有時候有哪些東西說不定 數字拆不定 或者 有些東西可能 遇了鬼 他就會刻一刻面 或者跟日本 可能拿釣魚台來刻一刻面 或者拿其他東西來刻面 但是一刻完面 在其他東西有收益 他又會放生 這是以往的模式 但是現在似乎有些倒轉 現在就是經濟利益 可以拿來犧牲 重點就是要他自己 最重要的就是 雜派 整個領導團隊能夠繼續坐下去 甚至可以說現在真正跟美國在談判的事 不止一派 固然就是 國對國來計 國家對國家 當權對當權的政府 當然是習派 但是懷疑 反習勢力本身 枱底也有跟美國 不同的勢力也在談判 所以這一壇事現在變成了 一種這樣的情況 而大家談判的事 反而很有機會就是 現在對於習近平來計 最重要就是保住 他這個自己 以及他的最核心團隊那群人 的權威和操控能力 只要保存到 以及能夠令到外國 承認 他們是唯一談判對手 實際上對內就 可以站穩 情況有點像普京 他們追求的 類似普京的情況 在國際上 你可以很討厭普京 很討厭普京 你可以整天打算跟他對抗 但是 如果以國對國來計 你的談判對象 只有一個 那個叫普京 例如歐盟 歐盟 之前放納瓦爾 回到 你想找納瓦爾 聚到民眾 推翻 或者就算推不回 都可以變成 多一個新勢力 可以夾到普京 不夠票 普京 就彩你也有名 普京就立即 倒閉 不要說堆壞 起碼 斬斷了這套勢力 你零零星星的反抗 他不怕你 最重要你沒有一個頭面人物聚集他們一起 然後 令到 普京的勢弱 因為一勢弱 很多的寡頭 和很多的軍閥 或者情報那邊的人 可能就會開始不太聽勢 但是只要保障到他們聽勢 其實你 放什麼人來都沒用 你最終的談判 只有一個代表 就是普京 歐盟也好 美國也好 你只可以跟普京和他的團隊去談 你不能跟別人去談 中國也是要確保這件事 就是你不能跟 任何不是 習派的勢力去談 你只可以跟習派去談 無論什麼問題都好 台海也好 香港也好 什麼都好 以往他未必走到這一步 但是 可以說自從2018年登頂之後 修改了憲法之後 我觀察他們的做法 就是反過來 他現在要謀求的是他一直連任下去的那個利益 至於經濟利益範圍已經不是最重要 所以香港可以 拿硬態來做 哪怕香港到時 集資有限也好 什麼也好 不要緊 還有 例如現在美國上市 他可以要他回來 不讓他上市 我覺得除了保護數據的這個問題之外 這個也是另類的手段 這個另類手段 某程度上就是跟華爾街和 科網企業木石區分 因為 那些企業是投資不少在大陸的借賞 實際上大陸的很多新借賞 背後都有美資的資金 而美國資金當中 除了華爾街用基金形式 扔下去 也有不少是由這一班 新科技的大有錢人 自己組成的一些基金 然後他們或者私人投資的方式 或者私募基金的方式 直接投資下去 這些大陸初創 所以呢 如果 令到這些公司上不了市 就等於他們的那塊錢 套著 不能脫身 即是說拿著你這班有錢人的錢 無論華爾街還是科網大佬的錢 就按住 雖然知道 這些錢 他跟例如 微軟 Google Apple 那些錢 那些是公司的錢 但是往往投資在這些大陸的借賞 他們不是用這些公司直接放進去的錢 往往是 他們另外私人 弄了幾個私募基金 然後幾個人合起來 那些是他們私人的財產 不是公司的財產 即是說要夾到他們通 最好就是他們通的時候 去找他們自己的政府去吵 如果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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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最終接受就是 習政府就是唯一的政府 你不要再瘋狂妄想想跟其他人去談 你只可以跟習政府談 你不要再去支持其他反習的勢力 你停止他 有什麼事你跟我談 反而我可以經濟利益上 我可以不斷讓給你 但條件就是政治上我要站硬 還有在國際遊戲規則上我要有話語權 我要說到事 他們現在正在換 所以對於這些公司的生死 不會特別在意 更何況 如果以他們的角度計 即是 以 習派的角度計 現在很多可以拿出去被犧牲的企業 很多都不見得上是 是習派的人 即不是習主席那一派的人 他們是 有很多 那些的成立 或者裡面的資金 遠遠是比 習近平上台之前已經是有的錢 已經是正在走的投資 如果是的話 其實犧牲他們 這些人就算不是反習也好 以今天當權的領導來計 都不算得上是自己人 因為 因為主席他自己的那條線 其實他很多線是擺在 他的權力基礎很多來自 一雙一雙來自文宣 即是王滬寧那條線 另外一堆應該相當力量來自 後來情報那些相關機關 而不是 商業 初創那些 到真的 控制得住新的公司 多數都是 Green Energy 綠色能源 或者現在開始要搞大數據 那些人面識別 這些是在他任內 穀起了出來的 這些他一定會集中火力去救 所以他寧可就是在那些地方被人禁 不是禁 禁的又不是傷到他自己的派 是傷別人 最好傷了別人 然後自己退了那些公司 然後把他的利潤 給自己 那他自己那一派就有了錢 他有足夠的錢 派給親他自己的軍事貴族 他就可以鞏固到自己 在精英圈的權力 然後在這裏 一鞏固到之後 他又對外又推銷給外面 又會跟外面說你不必支持那些反習 你不要理他什麼紅二紅三 還是香港那些的力量 你不要理他們 你跟他們 搞一起是浪費的 他反了我什麼反不了 根本現在是我拿棋 你要談判跟我談判 我如果是 有些經濟理由 我讓得早出來 你給我 我一定要的就是 政治上我要站穩 你一定要承認我的政治上的能量 還有我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我拿得到這些東西的話 另外一些經濟利益的話 你要拿就拿 沒有所謂的 不要看他表面一定要立了 其實我覺得他不見得的 尤其是如果 如果被人家立的那些 都是人家對家的那些 他根本更加不介意 更好 在他眼中 所以他對家的那些 現在搞地產 之前搞金融 甚至搞石油 那些對他來計 他未必那麼介意 你外國進來玩 你當然 符合他的國策 但他從不介意 他從不介意 因為如果那些去吞的話 當然條件就是 不要益到他對家 但在他對家已經打殘了 個個受不了 終於是賤價賣盤 他買了下來 然後再把那些東西 扔給你美國 歐洲那些來發展 他有點無所謂 因為錢是他自己直接收的 而他的對家已經死了 而到那一刻就無所謂了 你進來投資都是對他 自己的那一派有利 而且這個可以形成一種的feedback 那個feedback就是 你覺得說到底你也要跟我那邊去談 你不要理我錯 你不要理我怎樣 總之你跟我談就行了 就算香港你想要鬆的 香港政治不能鬆的 政治一定是我決定的 權力是我的 至於你說經濟你也要跟我談 香港的經濟你也要不需要找民主派 你更壞吧 不如你那些人自己組團過來北京跟我談 我說yes是yes no or no 但是你要跟我談 你不要跟客人談 你跟我談或者談談我可能放水給你 或者我要到我的規則 然後根據我的規則我派水給你 你怎知道我不派給你 我相信他是走這一套 當然 反轉頭看就是以西方的角度看 就是這件事他們反為正正是最不能夠接受 因為這樣他們預期不了很多東西 每次都要估計你那派的人怎麼想 你那派的利益怎麼搞 而且你不是說很穩定地 有可遇之性是沒有的 uncertainty相當大 而我相信外國也忍不下去這個位 甚至可以這麼說 就算 本來沒有所謂也好 在有些位置他們會覺得 不是你break了你很多的promise 本來還是 騙騙騙你最多拖的 或者縮小規模 或者以前 以踢球計算是你合法衝撞 或者最多是打毛球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是說 改了規矩 裁判不知為何就會給你改了規矩 裁判亂那麼催 現在西方倒轉頭 我覺得他們見你這玩法 他們索性破壞性打法 也就是說 他都不難求跟你公不公平 現在開始玩法就是 你既然懂得找黑哨的話 我就懂得剷腳 你的前鋒進來我的禁區 我看到後衛全部都剷斷了你的腳 我的後衛都被人趕出場 不要緊你的前鋒全部都剷斷了 我這一場 打和也不要緊下一場打的時候 我還是人齊 我最多動用後衛 因為你一個都沒有全部都剷斷了 起碼半年上不了陣 我就可以繼續踢 我找些人繼續踢 坐球監 坐兩個球監 我想他們已經到了這樣的 所以這個decoupling會繼續 當然大陸現在的一個姿態就是 他不怕你decoupling 你就decoupling 我才decoupling 那就可以回頭看看能不能兇到一些利益 但是如果現在美國在幾個地方的部署 美國就接受你的挑戰 即是call your bluff 你bluff我現在call你的bluff 我看看你有多堅 所以例如在南海 以前他不會那麼明顯地支持菲律賓 菲律賓在南海那邊拿到的裁決 現在擺在明支持 一擺在明支持 其實根據國際法 情況就是我不管你中國是否承認的這個判決 但其他國家肯承認就可以了 南海所有相關的國家都會加入你 他們也是不需要完全跟你中國斷絕往來 只需要在南海方面 在自由行為問題上跟我一致就可以了 有多幾個人跟你在某些議題上玩遊戲 這是一 另一邊就是經濟上 經濟上既然你都玩decoupling 我就如你所願了 美國的做法就是我繼續decoupling下去 你認了我的要求 我decoupling 你跟我一樣鬥玩decoupling 好 我就玩下去 現在就繼續call your bluff 如果是這樣的話 亦都同時 顯示局勢會越來越緊張 但越來越緊張之中 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值得 再想多一轉 中國由當初 今年年頭是直接軍事的牌 以及政治的牌打下去 或者疫苗的牌打下去 到了現在轉用經濟牌 實際上 再加上我們留意 之前是軍事牌 被美國馬斯廷號的照片破了 疫苗牌亦都被美國日本 用Moderna AstraZeneca 那堆破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 大陸可以有的手段已經少了很多 所以現在要不適用經濟手段 本來你見他 其實他未必想那麼快碰到經濟手段 就是call call馬 買金服那一段 我覺得除了dynamic 裡面的談判 問題之外 亦都包含了一些 我相信 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臨時發覺有些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他臨時call off 但是到了現在來的就是另一件事 現在是系統性 即是系統地運用經濟手段 去跟美國鬥撐 也是因為其實軍事上的牌也沒有 台海其實 我想他已經知道了 其實沒有辦法 在現在這一刻直接用武筒 甚至丟核彈 文宣可以這樣說 做是做不到的 如果你稍微 現在這樣說其實你就下降了美國 會再賣多些反導彈武器 擺定在 甚至日本他會武裝得更加厲害 這樣的話其實中國根本是打不成的 冒險也沒有不了 未有機會沒有 可能一冒 稍微有些動作 已經被人倒過來 先發責任 那個先發責任的形式 只不過是他等你發一發 然後他就先發了 或者叫後發先至 那我想上面未至於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現在才開始轉 轉陣 不是轉陣 轉陣 轉陣就是現在打經濟派 直接在經濟派打 犧牲了經濟 反正犧牲經濟 其他所有利益他都犧牲了 無所謂 打眼球就是 自己拿回到最重要的戰略資產 擺到一個姿態出來 可以繼續跟美國博弈 而同時 甚至某程度上可以令到自己都吸收到更加多資源 鞏固到自己的地位 只要在國內他沒有對手的話 美國、歐洲 你多不喜歡他 你都被迫著跟他談判 迫著跟他談判 情況就變成普京一樣 這個我估計是他們的做法 但是美國不會接受這個做法 就會繼續跟你玩下去 而到最後美國可能就會不只是經濟上 他會輪流出權 輪番出權 在逐個議題上一路出權 而在每個議題上出權的話 就會令到不同的人趁機加入 即是現在正如 一個圍獵大會 你每個人都可以 在你自己有興趣的範圍內 來參與一下 哪怕起到騷擾作用也無所謂 就算不是真正 主力騷擾也是可以的 會盡量令到 令到中國更加頭痛 更加沒有排出 當然其實美國目標也不是想打 中國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亦都不是想打 但是在這個大家不想打當中 有機會去到一個困境 這個困境又不能叫修飾底的陷阱 不同的 又是去到一個困境 大家明知道不想打 但是 似乎又應付不了自己國內的情況 所以會越 越迫越急 但是因為現代和古代又不同 以現在的中美關係 如果你說回到大概100年前已經開拖 現在因為核武器的那種核威脅 以及 實際上社會複雜了很多 博弈點也多了很多 所以會不斷轉換博弈點去玩 所以我估計是會 通過不斷轉換博弈點 去互相對抗 但是當然 博弈點越來越多 不同的博弈點捲進去的話 那個戰爭表面上沒有燒煙 但是那個 表面上你不覺得 但是實際的影響和緊張程度 反而更令人害怕 因為他不是一口氣在戰爭爆發 在熱戰那裡爆發 而是在很多不同的圍道 令到很多人都很不舒服 很辛苦 而且會越來越辛苦 而且因為他不是一口氣打得那麼大 不覺不覺地溫水煮嘩法 那個痛苦是很長時間地攤出來的 所以這個痛苦我估計是可以長時間繼續 而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 越拖越長 然後大家鬥拖就是 兩件事 就是比拼實力和意志 看看誰先捱不住 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但是在這一刻來說 你說要立即變熱戰 我認為就算中國也不想 因為其實 馬斯廷豪那一件事 中國一整頓內部也有一段時間 還沒整頓完 是需要整頓的 因為我相信上面很不相信現在這支軍隊 到底是否真的打得到仗 無論由去年在印度上的實理 中印邊境上 毫無寸進 到南海這一邊又被人這樣羞辱 到現在你好像山東號都出不了港口去巡 那是沒什麼意義 除了導彈之外 你沒有東西可以嚇到人 而當你下下用核武去兇的話 其實就是說你武器手上 就是軍事手上 軍事上面你手上沒有什麼牌 你只能夠退到其他牌 真正交鋒這一輪反而是在經濟牌的交鋒 所以如果 在經濟行業裡找食的人就要留意著 因為這一輪的交鋒可能會很集中在經濟 拖到G20面後再看 因為暫時疫苗沒有牌打 高科技也沒有什麼牌打 所以唯有在經濟上直接向經濟開拖 哪怕消耗了自己對手的經濟 然後入了自己的袋 然後將自己變成唯一 集到軍政 以及錢 大權於一身 然後變成唯一談判代表 然後才 等你美國跟他談 你不跟他談 你只是打架 你敢不敢打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 多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 和分享 以及訂閱 還有什麼變法再說 拜拜 拜拜